法定人數不足 下星期5月4日內委會討論許智峯事件 我在信道並且附上一個根據《基本法》79條譴責的議案 下星期在內務委員會討論 要求下星期在內務委員會討論 情況就是這樣 到時正式交去大會的時候 當然是根據議事規則的需求 是有多幾位立法會議員加簽 現在已經有幾位議員表示願意簽的 包括郭佩帆議員 鍾國斌議員 麥美娟議員和盧偉國議員 但是目前的步驟 我先寫信給李慧琼主席 要求下星期5月4日內委會討論 如果是內委會都同意 我提交這個議案應該是5月20多日 那次的大會 有沒有跟民主派的任事接觸過 會不會得到他們支持的意見 未 未跟他們接觸 等下星期討論 你有沒有跟民主黨道先被接觸 我們希望當然通過 如果通過就要人數足夠 當然要泛民都配合 文部議員 該據報導 法定人數不足 多謝各位 是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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劉慧卿 女士都覺得她應該去辭職 也有些泛民的 朋友認為她應該去辭職 或者都要退黨 所以我希望爭取泛民 同事的支持 因為這種行為實在和 不配合一個立法會議員的身份 是有副市民的期望的 是 你覺得這次是盡債案 是否有機會成真到盡債 我未和泛民的同事談過 所以現在不知道 現在暫時評估不到 多謝各位